嗨,大家好,我是Aaron,欢迎大家去学习HBase,那么上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如何去创建,通过API创建表,删除表,我们一直在用了好几节课时间来做些实际的东西,那么这节课呢,我们要回馈到理论知识了,理论实际,理论实际,将循环一次去来,帮大家更好地理解HBase,更好地上手。 好,我们课程程式开始,那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HBase的高表和宽表,那么这个本身,这个是不存在所谓的高表和宽表,那只是我给他人为定义的这么一种说服,那么高表宽表呢,在我们普通的关系数据固定中,它只是不存在的,那么HBase的有它的存在呢, 就是它一定的道理,那我们一看高表和宽表的定义。 那HBase呢,它表可以设计为高表,也就是所谓的这种瘦表,它比较长和宽表,那我们称之为胖表,那高表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这个表啊,它列很少,行很多,也就是说它每一行啊,保持唯一,啊,这就是,这高表的一个概念,啊,那宽表呢,它列多啊,行少。 那通过这个时间版本来区分,那这里呢,说两个概念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啊,那么我简单上面画一下, OK,我们这样的,啊, 啊,这是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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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行为一,那这是我们称之为高表,看到没,它很瘦,那这呢, 我们称之为宽表,它一行里面,N多列,这样N多列,这称之为这个什么,宽表,这里称之为胖表,哎,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我们设计程序啊, 我到底使用高表,还是使用宽表,各个意见分歧不一致,那就好比啊,之前一直在争论的,这个豆浆,它是这个甜的好喝,还是咸的好喝,那有些人说我喜欢喝甜的,那咸的不好喝,那有,有些人说,这个甜的有什么好喝的,咸的好喝呀,啊,这个一直没有给争论的一个结论, 那么我的结论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设计模式,比方说,我在这种场合,使用高表,哎,在这种场合,使用宽表,啊,这两种模式呢,取舱普段,结合使用, 那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户发帖表,啊, 我们这个论坛发帖,问问题都问我,对吧, 那我们这种表呢,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设计为这种 高表呢,哎,我们看看啊,比如说,我这里面一个Rowkey,啊, 他的ID,发帖时间,对吧,这个,铁子的ID, 铁子的ID,那我这里面记他的,我这里再记一次他的用户ID,发帖内容,发帖时间,对吧,等等, 后面可以记什么内容,还是什么,呃,等等,啊,上一集,下一集,等等,后面我们就不说他了, 后面点点点,那这就是宽,这就是高表,哎,那这个表,它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要去检索,哎,这个, 1001,这个用户,哎,在6月18号,11点,哎,11点发帖,所有的发帖,发帖内容, 做列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Scene里面,一个,Start Row里面,部分行件, 我把行件是不是画到这地方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我这边后面, 我是不是后面089就可以了, 对吧,那你在所有的这个,啊,11点的, 那数据都出现了,对吧, C点数都出现了,是不是这道理,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高表的好处,哎, 我可以根据这个条件,来进行检索,那我也可以检索, 哎,你这个,1001用户,所有的发帖信息,哎,那我是不是就, 做这前面的,哎, 就可以了,哎,我这个Start Row是1001, 我结束是什么,1001, 后面一个什么,0,是不是就可以了, 或者是1,或者0,0就可以了,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高表的好处, 那想想看,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转成一个宽表, 对吧,那其实宽表也很简单,对吧, 我们把这个,哎,用户ID, 当做这个, 如可以,哎,你所有的发帖信息啊,都摆在后面,哎,我你今天发了一个,对吧,我加一个,哎,我加一个,我加一个,我加一个,一直往后面加,这样摆可不可以呢, 哎,这样摆也可以,啊,也可以,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你这就不方便查询,对吧,我查询, 比方说11,11,11,6月18号,我查6月17号的数据呢,我们这个也方面就查, 但是呢,你这种横向去, 横向这样去放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数据的这个排序, 整理查询, 对吧,因为你只有把这个优质ID, 他所有的数据取出来过后, 比他的这个什么, 列,啊,比他的列, 哎,这个列是什么, 是什么时间发的,哎,那这就今天,一个个去比, 那这样的效率就非常之低了, 对吧, 我们这种设计方式呢, 非常好, 我可以, 多条件查询,哎,我会查询这个什么, 时间呢, 限制到时间之间的分钟,啊,等等都可以, 那这就是高表和宽表的一些优势, 啊,和劣势, 那这种模式呢, 我们是不适合使用宽表, 啊,不适合使用宽表, 比如说我们这个, 呃, 邮件,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邮件, 那我们是不是, 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用户ID, 啊, 每个用户在这个邮件, 列表里面就一条记录呢, 他所有的邮件信息都放一个字段里面, 那这个也不行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去, 以后, 哎, 我们根据这个内容去查询的话, 你都放一个字段里面,啊, 都放了这个, 横要扩展的话, 查询呢, 也不好查询, 对吧, 你还是一样的, 要取出, 所有的这个字段, 对吧, 那我们, 啊, 我们把它转成这种宽表,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时候呢, 它是一个宽表呢, 它会是什么情况呢, 对吧, 它第一点是说, ID, 那什么Use ID, 对吧, 然后呢, 是什么, 我们后面实际模式就改成了, 这个, 列呢, 也不叫做content了, 是吧, 我可能叫做这什么, 2015, 比方说, 0112811点, 对吧, 它这个content, 我表示呢, 我这是这个11点28分, 11秒发的内容, 对吧, 那我如果说我在12点发内容怎么比起来呢, 我2015, 对吧, 1128, 我12点, 发的一个内容, 对吧, 我一直往后去叠加, 一直往后叠加, 点点点, 一直往后叠加, 这就是, 这就是把这个表转成宽表了, 那想想看, 我查一个内容好不好查, 不好查, 对吧, 我只能把这个Rookie找到过后, 一个个列的过滤, 那这个效率非常低, 对吧, 效率非常之低,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高表, 那我们这个啊, 在做这个设计时候呢, 我们根据不同的应用, 来做不同设计, 哎, 那么这种高表, 那那有些人就说, 看来我都用高表好了, 宽表我就不用了, 对吧, 高表方便查询, 干嘛用宽表呢, 我以后就用高表就可以了, 话不能这么说, 高表高表的好处, 宽表宽表的优势, 那那么这期课呢, 我们先讲高表的设计方式, 那我下一期课, 我们就讲宽表的使用场景是怎样, 哎, 就说这点过后呢, 大家就能更清楚理解, 我到底使用高表, 还是使用宽表, 好, 那这期课呢, 哎, 我们这个内容讲的比较抽象, 大家呢, 要多花点时间去理解一下, 什么是高表, 什么是宽表, 我把我这个内容转成高表, 可不可以, 转成宽表可不可以, 哎, 这个大家有一个思考题目, 大家可以同码就去想一想, 哎, 如果有问题, 可以放到这个论坛里面去, 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探讨, 你觉得什么模式更好, 那我们一起欢迎, 我们一起探讨, 好, 那这期课先到这里,